58. 明報 玩A股而速戰速決 2015年7月20日Money Monday P17財經新視野王國英想像一下 若有人現在建議你買A股,你的反應會是甚麼? 絕大部分的投資者在這一刻都會覺得猶豫 正正是這樣,買A股現在就是博得過 炒A股從來都不視看基本因素,採潮A指示在於對A股的印象和認知 玩A股的竅門在於速戰速決,要肯執小利 要保住利潤就必須有斬的勇氣 干預之後,市場出現了兩種觀點 第一總是國家隊買入了大批股票又不會放售 因此市場貨源會減少,股價上升就會交易 另一派看法是A股被人為托高 國家隊的子彈亦不是無限,因此現階段入市 是極其不知的,其實這兩種說法皆有道理 因此市G會在這兩者之間拉割 變成了日升一跌,這便雙說外之孤貨而下錯 北船總有雪太野入市反彈,不一而足 A股雖經報錯,但仍比一年前高出不少 很多人都是緊輸掉一套早前賺的錢 而以,官方稱內地股民有九千萬 但對比內地的有錢人數 則發現僅約五分之一富裕人士在炒股票 還有十多億人根本就沒有涉立股票市場 就算是股民,也只是最後入場的那一批財有實質性的損失 因此估計用大槓桿炒賣的約五百萬至一千萬人高陣亡 這些人數如放在香港 可以說全香港的人都要跳樓 但同樣的人數置於內地 則又沒有什麼大不了 對經濟的影響其實不大 對於那些有錢但沒有在這次狂潮中入市的人 卻是夢想完美 可以想像往後這批人都不會再攝足股市 那就是中央再不能利用股市泛榮來搞活金融市場 而令經濟暢旺了 外資也被止沽貨而被妖魔化 很難再踏足內地市場 股民猶豫反而有機會現在的救市 並非是經濟的問題而市面指的問題 官方唱好了如一年 但結果大批股民選手 民憤自然很大 從基本因素推斷 股票的滲透率並非如想像中大 下跌幅度也並不算很厲害 對經濟並非重創 但面指卻真的放不下去 因此現在就有了可成之機 A 股從滴停板到大幅反彈 其實技術走勢不足 希臘事件平息 原是利好歐元或歐債 但因投資者會鎖定利潤而會將歐元換成美元 因而會造成歐元弱勢 另一方面 希臘事件由原來的驚恐變成平息 市場就會預期會加息而利好美元 進而令港元增強 港股現在成交疏落及窄幅波動 在英的不跌之下 投資者就有可成之機 現金投資者皆行均迅速 很多人都覺得內地市場一片分亂 從而會有利港股的騰訊0700 友邦1299等等 個人看法是不宜和內地的資金盲腸 而要轉去買一些跌得較多的股票 現在外圍向好 但港股現在只輪落得成下一個炒字 可選的股分其實很少 個人認為甚難再創新高 不宜與內地資金盲腸首選 復原力強股股份 江西同0358 中石由0857 中旅2600都市低 但表現卻最差的股分 說明資源股未來將不會值錢 甚至比銀行股還更不濟 疊市候選股定要以那些復原能力強的為首選 再不能盲目相信那些老掉牙的技術分析 如單憑這些分析來處理現今市場 取勝實在是原目求如 港交所0388現在就有如新匯豐 市場成交持續萎縮 問題出自港交所太大陸化令外資給布 但又不能滿足內地資金的需要 變成了兩頭不道岸 數年來除了有幫 根本沒有好的股票上市 另一方面 個人看好敲駁 0012經今次股災一役 更相信香港地產不死 而且四叔每載危難之事必會拔刀相助 增持絕不手緣 如出現大幅折讓 就可視機入市 而增持來說 四叔比成哥更快 因此敲過 不錯的選擇 復星0656現在納入富時五十位成份股 技術買盤將會湧現 如稍後回調 亦畢業錯過 港交所遇身會風看好榜 復星這次驚天慘的下野暴力救市 平白令國內股民失去了一個經歷股災的經驗 這將對以後股民要自覺做好風險管理不利 香港樓價極昂貴 但業主卻卻釋賣如今 因為套現後面對息口低迷 沒法有合理回報 參與其他投資又怕虧損 結果還是樓下磚頭級下一代就變成王道了 本欄內容 乃獲授權緝6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財經節目 夜線金融網 主持 王國英 劉宇威 王國英奉盛金融資產管理董事 火總卓 火 Imper,王國英 劉宇威 灘 小 280